你不是说在拆卸之前 都是我的主治医生吗 我已经签下合约了 现在只能去别间医院了 我就听说十月医院里 有很多很不错的医护人员 你应该第一个就来找我才对啊 我怎么敢动像 傅永洲医生这样的人呢 你不是动了吗 就为了钱 连你的实体都出卖然后呢 你是怎么威胁他的 徐雨震哦 这靴子很小 陈文才 你跟他睡过了吗 注意至周晚间指点 中三戏剧台 浪漫医生金石富二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